现在是4月份 多伦多 这里是多伦多的Home Depot 今天来看看这里的小漂亮的花 先来看价钱9块9毛8 Home Depot的价钱都是something9毛8 多好啊 长得多漂亮 这是什么花呢 认识吗 这个它的学名叫Dianthus 中文喜欢叫它 中文喜欢叫它石竹花 但这是石竹吗 是石竹的一种 看看这里有它的名字 实际上不是它的名字 是它的类型 它叫Carnation Pink Carnation就是康乃鑫 康乃鑫 为什么现在卖康乃鑫呢 康乃鑫是什么花 知道吗 是在母亲节送给母亲的花 康乃鑫也是石竹的一种 是属于不太耐寒的石竹 所以给我们一个印象 给我们一个知识点 这些在多伦多不耐寒是室内花 当然这些小花有可能是 耐寒六区或者七区的 如果有很好的保护的话 还是有希望在花园里过冬 很多母亲直接卖的康乃鑫都是一大只 花也比这个大 康乃鑫也分不同品种 这是小号的康乃鑫 它的特点优点就是它是盆栽的 你看还有很多花苞 你把它放在阳光明媚的朝南的窗台 它会开花不断 这个也是pinks石竹的特点 就是不断开花 当然了不断开花还有几个条件 一个是阳光要好 第二 开花要减掉它的花枝 因为它会接种子会消耗能量 那么在不断的不停的定期的给它浇 肥 水溶肥 醋花的水溶肥 水溶肥的好处优点就是 见效快马上会被吸收 被利用 被用作 长新的花苞 那么这个小花如果你要是给它合适的条件 比如说刚才说的阳光水 肥 修剪它的 开拜的花枝 它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好几个月的欣赏期 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 它和种在花园里的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 盆栽的盆栽的需要更多的水 那么你种在花园里的话 它的根非常发达 会从土壤里的吸收 水分 而盆栽的呢 它一干了 它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它的根是受到局限的 所以 不要让它干透 看见这一盆了吗 都捏下去了 它缺水就会打捏 当然了另外和缺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水太多 不能长时间的泡在水里 康乃馨是母亲节最佳的 礼物 如果你也是母亲的话可以送给自己呀 希望你也喜欢康乃馨 你也喜欢石竹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